報告委員會出席委員9人已足法定人數 好 請醫師人員宣讀上次會議的議事錄 宣讀立法院第9屆第7會期 波交集國防委員會第17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108年5月9日星期四 上午91分至10時15分 地點 紅樓301會議室 出席委員林昌佐等10人 列席委員劉兆豪等4人 列席人員 國防部軍政副部長沈一鳴及所屬人員 國軍開出一官兵葡萄委員會主任委員邱國正及所屬人員 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專員委員劉家瑋 主席 王招集委員定宇 由羅委員執政代理 報告事項 一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 確定 二 處理院會交付108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決議 國防部主管預算凍結案 提出書面報告後使得凍支等14案 三 處理院會交付108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決議 國軍退出一官兵輔導委員會主管預算凍結案 提出書面報告後使得凍支等2案 決定 以上16案報告完俊 同意動支並提報院會 討論事項 一 處理院會交付108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決議 國防部主管預算凍結案等26案 二 處理院會交付108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決議 國軍退出一官兵輔導委員會主管預算凍結案等12案 國防部軍政府部長沈一鳴及國軍退出一官兵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邱國正報告 委員林昌左等8人質詢 均由國防部及國軍退出一官兵輔導委員會等相關官員及其答覆 決議 一 登記質詢在場委員均已發言完畢報告及巡答結束 二 委員所提口頭及書面質詢未及答覆或要求提供之資訊 請相關機關於二週內以書面答覆本會各委員並複製本會 委員令指定期限者從其鎖定 三 委員王定宇等6人所提書面質詢列入記錄刊登公報 四 以上38案除國防部第17案繼續凍結外 其餘均處理完郡同意動支並提報院會 臨時提案1案決議照案通過 以上宣讀 好 那我們現在今天目前出席的委員齁 呃 立法委員陳曼莉 陳委員 好 然後我們介紹出席的官員齁 國安局局長 彭勝竹 彭局長咧 好 那局長公出 所以 我們有准嫁喔 好 還有我們副局長 柯副局長嘛齁 那還有副局長 胡沐局長 好 國防部資源規劃師 人力資源處處長 陳嘉生 陳處長 資通電軍指揮部參謀長 毛劍秋 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科長 吳宜珊 法務部參事羅隆前 考選部考選規劃師副師長 劉約蘭 特總考試師副師長 彭洪章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綜合規劃處檢認視察 陳建宏 全序部退府師專門委員 高毅彥 教育部人事處專門委員 林妍珍 好 請醫次人員宣讀討論事項 宣讀本日藝術日程討論事項 一 病院審查 國家情報工作法 行政院行情審議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羅志正等16人 擬據第1條第28條及第30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蔡世英等19人 擬據第3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張立善等21人 擬據第3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劉建國等18人 擬據第24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陳曼麗等16人 擬據第24條及第25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蔡世英等19人 擬據第30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二 病院審查 特種勤務條例 行政院行情審議第7條第14條及第16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羅志正等20人 擬據第1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姚文志等17人 擬據第7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劉建國等18人 擬據第7條第14條及第16條條文修正草案 以上宣讀 好 那本日討論的四項唯一併 一併啊 四項有1跟2 對啊 所以我們現在討論四項一啊 對啊 來 討論四項一併 病案審查 行政院行情審議 委員羅志正等16人 委員蔡世英等19人 委員張立善等21人 委員劉建國等18人 委員陳曼麗等16人 擬據國家情報工作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那 那我先確認10人 現在冷到可以了嗎 藍未到了嗎 可以了 好 那我們首先先確認議事錄齁 請問在場委員對於上一次議事錄有意見 好 沒有的話 議事錄確認 這個提案說明了齁 那現在下面只有 就先 就先請 陳曼麗好了 好 那我們現在提案說明的部分齁 那麼能不能先請陳曼麗 陳委員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我想我們在台灣呢 我們在2014年呢 把聯合國的2006年的身性障礙者權益公約 我們把它國內法化 所以呢 我們透過一個立法 把這個法呢 法案的名稱 國內的法案的名稱叫做身性障礙者權益公約施行法 那我們也是希望能夠把聯合國的所有的立法的一些的文件 我們台灣通通都採納 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也特別注意到 聯合國的這個公約裡面呢 和我們台灣立的這個施行法裡面呢 通通都是把這個 法規裡面的一些的不適當的用語 歧視性的用語 通通改為中立和描述性的 而語詞來做這樣子的呈現 所以呢 其實我在這個 特種勤務條例第14條和第16條 這個修正呢 都是把殘障 全殘廢或半殘廢這樣的文字呢 改為身性障礙 那另外呢 也把傷殘改為損傷 因為這樣子呢 是比較符合中性的詞語 而且呢 也比較跟聯合國身性障礙權力公約的不歧視 平等的這樣子的規範是比較相符的 所以呢 我提出這樣的修正 另外呢 對於國家情報工作法裡面呢 也同樣是有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就是說我們有一些的傷殘 或者失能這樣的文字 所以呢 我把這個二十四條第一項 還有第七項的傷殘呢 改成損傷和失能 然後呢 也把第25條的第二項 有關於殘的這個部分呢 也改成失能 那我相信透過這一次的修法呢 能夠將我們的身心障礙 平等權益的概念 納入到我國的特勤和情報工作當中 那我相信 從情報人員進行情報工作 維護國家安全的同時 也能夠體認到身心障礙者的平權 讓台灣社會不再充滿歧視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請蔡世英 蔡世英委員做提案說明 謝謝 好 感謝委員 感謝主席 我想首先第一個 委員蔡世英 藤妮妃忍是九人 就情報工作法第三條 有關情報機關的定義 僅包括國家安全局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 國防部電訊發展士 以及國防部軍事安全總隊 並沒有將國防部的資電作戰指揮部納入 維參卓該部的業務執掌 此單位對於資通電系統 網路站 和電子工房進行建立跟維護的工作 且對於全軍的平譜資料庫的管理 管制與平譜的運用 規劃跟建議 均有設置情報工作之內容 僅基於規範監督 統合國家情報工作 維護國家安全及利益 並保障人民的利益 所以提案將國防部資電作戰指揮部 也納入國家情報工作法第三條 第一款的情報機關的範疇 是否有當初來提醒光姐 這第一件事情 那 跟主席我報告 我一定報告第二個事情 就關於這個本院委員 蔡司映 呂孫妮 林立桑 等十九人 為了因應外國勢力及境外敵對勢力對我情收行為的日趨增加 為嚇阻相關人員的犯行 並確保我情報人員及情報來源管道的安全 所以 擬據國家情報工作法第三十條之一的修正條文 以提高行動 那 主要的內容就是修正為 將第二段後項規定刺探或收集第八項 第八條第一項以外的 因秘密資訊之行為太樣 責任的修正行責為三年以上 四年以下的途徑 以符合規範的一致性 以上 謝謝 好 謝謝蔡委員 來 謝謝蔡委員 他們兩個都沒有 好 謝謝蔡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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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蔡委員 好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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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個 那那個 劉委員 還有張立善委員 因為都還沒有到齁 所以還有 他已經 對來說提到沒有啦 還有劉建國 我知道啦 你說提案的不在的啦 還有劉建國等齁 因為他沒有到所以就不以說明 那另外包括國家情報也說明了 好 那另外就是含有另外羅智正 還有討論事項2 定案審查行政運行情審議 委員羅智正等20人 委員姚文治等17人 委員劉建國等18人 尼聚特種勤務條例第7條 第14條第46條條文秀正草案 那三位委員應該還沒到 所以我們就先不要 先時間到我們就先不予處理 好 那因為國安局局長目前還沒有到 那我們就先暫時的休息 等國安局局長到 所以我們再繼續開會 好 先休息 先休息 好 先休息 好,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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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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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